大家好,欢迎来到海纳渔夫工作室 今天我们想和大家分享 海纳渔夫,美国地产经济交易的不是房子,而是人心 2013年8月,在与一帮朋友结束拉斯维加斯之行 回到洛杉矶后,我就收到了加州地产局寄来的房产经纪人职业执照 收到执照,没有兴奋,也没有激动 因为我清楚知道这一切不过刚刚开始 全美有执照的经纪人多如牛毛,而能够活下来的凤毛麟角 时间退回到2013年2月19日那一天 是我踏入地产经济培训学校的第一天 年届四十,重拾专业英文,是一场巨大的人生挑战 但是我清楚知道,我没有选择 面对高山,只有跨越 因为追逐人生某种理想,人到中年,背景离乡 有幸来到日思梦想的美国,重新打拼 寻找人生新的定位,是人生重大的战略转折 也是必须做出的选择 面对专业英语,80%的单词都不认识 更何况理解一段完整的句子 从单词开始,四个月,我通过了加州地产局的执照考试 凭着一腔毅力,勇气与坚持,跨越了面前的第一座大山 参加完考试,重新回到社区成人语言学校 看见英语,我有一种想吐的感觉 人生都是逼出来的,的确如此 前面没有路时,或许坚持一下,路就在前方 作为一个小商人,阅读和写作却是我人生最大的爱好 从踏入美丽间的第一天起,我就比更不错 因为价值观的差异,我曾经面对众多网友的围攻 身边朋友劝我放弃,但是我始终坚信,身正心正何惧影邪 阳光下的博弈曾经是生命的追求 身处自由的土地,面对萧小之人,有何惧之 通过文字去传播人生观,价值观与世界观 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重新搭建跨越世界的人脉资源 是写作的主要目标 我清楚知道,我不是一个文学青年,无病呻吟,浪费时间与生命 不仅是对自己不负责任,也是对读者不负责任 一年多的坚持写作,通过网络的广泛传播,积累了大量的人脉资源 2013年8月获得执照,9月就完成了第一笔交易 看似偶然,偶然中或许蕴含着某些必然 我始终相信,这世界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一切都有因果缘由 那时,因为经济的拮据,我开着一辆破旧的丰田凯美位 成交近百万美元的房子 或许,在洛杉矶地产界,也是一个传奇与奇迹 随着时间的持续,随着交易的增加,经验也日积月累 为了让读者朋友更加广泛深入地了解洛杉矶地产市场 2014年9月,我开始了《话说美国买房》的写作 并通过网络持续连载 我将自己知道的美国房产交易内幕,毫无保留地告知读者朋友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随着文字在网络上的持续传播与发酵 很多读者朋友随着文字而来 因此,我也获得了众多客户朋友的支持与信任 房产交易不断持续增长与放大 我非常珍惜因文字而结缘的情分 本着宁愿天下人赴我 我绝不服天下人的责任感 为客人提供着专业与贴心的服务 真心换真情,真情换真心 当然,我也不可避免预先一些做事缺乏规则 底线与基本道义的人 但是,本着只要不亏欠他人的原则 面对这些人,笑一笑,挥挥手,道声尊重与再见 我相信我的路一定会越来越宽 舍得与亏得,又有多少人能够悟透与看透呢? 华人世界因为文化因素 人与人之间最缺乏的就是真实与诚信 我深知,事业成功的关键 就是能否打造真实与诚信的口碑 从迈入美丽间的第一天起 我就开始了一个中年人的旅美计时 计时连载 相当于在直播我在美国的生存与发展 展示自己,开放自己是赢得他人信任的第一步 四年来,我坚持了下来 智慧为命运之本 做人为做事之本 信义为立业之本 有恒为成功之本 面对每一笔交易 严谨、认真、负责 站在客人立场 不为交易而交易 不为佣金而交易 永远秉持客人至上 服务第一的原则 客人由怀疑到信任 再到权权委托 沟通是桥梁 行动是保证 客人不仅会听我们如何说的 客人更会观察我们如何做的 沟通非常重要 行动更加重要 如果说一套做一套 只会自会前程 做的一定要比说的漂亮 才能建立口碑 中美之间跨越太平洋 白天连着黑夜 很多客人在美制下房产 就回到了中国 一栋房子 面临水、电、气、税、租等 诸多事宜 如果我们缺乏责任心 缺乏担当 将给客人带去 无尽的烦恼与麻烦 对客人而言 是远隔千山万水的忧虑 而对我们而言 往往是一个电话 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帮助客人解决问题 不凡客人 是基本的行事准则 凡事只要换位思考 具有责任 担当与道义 我们就一定能够得到客人的理解与尊重 客人帮助介绍客人 我们的圈子就会越滚越大 我们的道路就一定会越走越宽 仅用三年时间 我带领团队就创造了年近两千万美元的销售记录 我为人人 人人为我 三年来 我建立了银行贷款 保险服务 房屋检查与维修等系列人脉资源网络 我已经站在行业制高点 房屋交易佣金 已经给予了劳动成果的最大回报 我拒绝了产业链上任何形式的佣金与回报 一个人如果什么钱都赚 将失去贫与格 也正因为此 围绕在身边的服务链 能够尊重我要求的 对客人提供及时准确与优质的服务 同时我也赢得了他们的尊重与信任 对待工作 我是一个认真而且较真的人 力求完美 秉持客户的事五小事 及时准确 并且具有预见性的帮助客人解决与处理问题 与客户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 日积月累 理解信任与尊重 因此建立 当然 生活中我又是一个很随和的人 或许因为丰富的人生阅历 面对形形色色的各种购房客人 我都能够与他们打成一片 三年来 我见识过各种各样类型的人 专家学者 商骨家人 官商二代 坦诚相待 真诚是人 就如鱼得水 换为思考 理解与尊重中美之间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形式风格与作风 基于人性 很多时候需要我们陪着客人一起去碰壁 一起去改变 只有如此 我们才能赢得信任与尊重 人生路上没有如果 只有结果与后果 这波移民大潮史无前例 大潮汹涌 激情澎湃 在大潮中 我们能否脱颖而出 让我们拭目以待 最后如果您也需要房屋买卖 出租管理 房租担保服务 可以在描述栏找到我们的联系方式 加入我们 让您的美国房产投资 一路平安 监量